大家好 今天我们帽宇带大家来看一套 Montvibli这边的一个非常稀缺的 一地开两套的双拼别墅 然后整个的前宽非常的宽 窗明激进 全部都是窗户 采光包括整个的面宽 给我们的体验感是非常的大气 然后这样的一个类似于法式的设计 这一套房的driveway 然后很有特点 它的车库是在房子的后面 所以说不吵 大家正常我们的回家从这门进去 包括休息都是从正门 然后它的这个车从后面进 这样就是动静分离 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车库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 推开这一道法式的大门 欣赏一下这个里面的另一番世界 大家一进来就是一个非常宽敞的一个前厅 然后整个的都落地窗 它是一地两套 这个就在Montvibli这个区域呢 这种一地开两套的选择性非常的少 然后我们有不小的一个户外的空间 然后我们楼下呢 有一个一进门就是一个主卧 也是一种白色和黑色的搭配 然后这边是非常宽敞的一个帽间 可以放好多的储物的空间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配浴 比较这种现代的这个门里的配置 包括这个独立的浴缸 以及我们每一个浴室里面 都有这个避憨的设计 这个也是既美观又实用 这里是我们这个另一个世界 超级宽敞的一个厨房加这个客厅的这样的空间 可以看到这套我们的用材呢 是非常的时尚和扎实 很厚的这种大理石的研板 然后全屋用的呢 这又是另外一个亮点啊 都是这个品牌 看过我们前几期的这个视频呢 小伙伴一定不陌生了 Wazook 这是瑞士非常知名的一个高端的 储备品牌 可以说是储备里边的LV Gartner是一个level的 好香 这是Wazook 包括我们的油烟机 洗碗机也是这个 Wazook Squizemade嵌入式变箱 非常判痛 可以说 开发商也已经给我们设计的非常的周到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把它关起来 这是什么呢 大家看过我们的视频一定知道 这肯定是拍摄了 另外一个秘密的世界 看包括这个门 都不是一个普通的门 都是一个有设计感 有能力的门 打开以后呢 哇 果然是来到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大家一定不陌生 享誉全球 我们知名的方海 超大的洗礼 可以在这里就是 进享你的这个显示器权力 去看我们这个极具艺术感的大门 我们来到了哪里 好大也是 真的是 然后有很多的空间 甚至可以放一些这个杂物等等 都可以放在这里 很多的储藏的空间 这是一个金色的这样子的 这里是 哦 车库 车库的整个地面都做了处理 因为我们的前 车库的前门是原木色的 为了搭配这个门呢 我们的这个车库的后门 都是用了纯木做的 实木的这样子 包括我们就是铺了这种沙粒 沙石的这种搭配 就是既现代又实用 而且这个下水会很快 我们楼下 还有一个单独的 卫生间 是可以给客人来使用的 小伙伴们 跟我们一起去二楼看一看 跟随我的步伐 同样的这一套呢 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楼梯的旋转式设计 包括这些扶手啊 都是非常扎实的实木 那这里是一个小细节 又闹得奇妙的这种铁翼的设计 然后我们一抬头 这个灯真的是极具艺术感啊 从下面看可能是圆的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像不像这个轻足环绕的感觉 然后楼上一上来呢 是一个很宽敞的retreat 楼上的厅 舒适 可以看到我们窗外的景色 蓝蓝的天 白云 这一套非常稀缺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每一个卧室 都是一个带有卫生间的这样一个 主卧的这样一个设计 就是我们另外的一个 我都分不清了 这个是主卧还是次卧 因为它也是非常大的一个 不如是衣帽间 再加上这边有一个鱼的搭配 然后很宽敞的这样一个卧室 我们楼上还有一个 很别出心裁的设计 这里这个地方有一个厨吧 这里地方有一个冰枪 然后我们的酒啊 或者是饮料啊 放在那边 好 这是我们楼上的第三个套房 一面墙都是这个衣橱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礼品间 很时尚的这种情景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橱柜呢 是这个方整的归整的 每一个房间 每一个区域 都有这个暖风和冷风的送打 好 今天这个双拼的介绍就到此结束 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喜欢的 或者想要看的房源呢 可以留言 我是雷哥 带大家了解更多的澳洲房产资讯 请关注我 谢谢大家